透天明在火警 消防隊員到場 緊急拉水線灌救 他們急著搜尋 獨居的76歲富人 就在一二樓的樓梯間 發現了 沒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抢救 仍然毀天罰術 火警發生在清晨五點多 親友說76歲的富人 獨居在透天明宅 媳婦跟親友 白天才會前來開店做生意 他們目擊可怕的火焰 要搶救卻來不及 火警過後 天花板被熏黑掉落 兩三個禮拜前 才裝的注警器 也還不停閃爍 尾巴都穿到我們這邊 一四樓都很大 住警器罰回作用 讓他們及時發現火災 但獨居的富人 疑似逃生不及被嗆昏 搶救不治 到底起火原因何在 又待火調人員進一步釐清 TVBS新聞紀剪亨 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WebHeat